聽清楚了 你們只要看新聞就好 你看不到泛雲的 你看不到王定宇的新聞 三立 自由民視 你看這三家就好 三立自由民視 你看這三家就好 你看不到 很傻 而且就算報導出來 他的抬頭 他裡面的也不會那麼負面 你看高嘉宇的 三台全播 而且自己人K自己人 你看昨天的 前天的 你搜尋三立自由 三立自由 民視 高嘉宇照K 為什麼 為什麼 民進黨的台照K他 幹你啊 你就不聽話了那個 那我館長問你一句話就好 問各位一句話 一席話 他有沒有幫人民出講話 然後得罪民進黨 他有耶 為什麼今天三立民視自由都敢修理他 這麼綠的電台 因為他不聽話 為什麼趁這個時候 所有人都在修理他 連民進黨自家人也在修理他 因為就希望把他宰掉啊 民進黨多大理知道嗎 我跟大家講 民進黨已經大到喔 各有各的山頭 各有各的派系 他已經大到這樣 所以各派系都鬥 各派系都鬥 那我今天我身為他的好朋友 我每次跟他幫忙 各位你知道嗎 跟你講 紓困 我很多資料來源 我有辦法叫小雨去立法院問監管會 然後回來這邊報告給各位聽 嘉瑜幫忙 他不是幫我 他不是幫我 他是幫你們 這段時間沒有半個真知人物 我都有約 不敢跟我做直播 我拜託嘉瑜 你可不可以幫我跟金管會 我們請小雨 那我明天做直播我要講 他說好館長 這沒有問題 他馬上 人家幫我處理 我們馬上進去問 紓困怎麼輸 公讀生這個事情 還有 紓困貸款10萬這個事情 我也是跟高嘉瑜講 高嘉瑜也是馬上跟 因為我為什麼跟高嘉瑜講 高嘉瑜是金管會的 那個財政 立法院的財政委員 他可以管金管 他沒有幫各位嗎 我這陣子的資訊都是高嘉瑜幫我的 那我阿管如果今天是一個雜碎 我為了要聲量 為了要人流 為了要你買我的東西 我今天跳出來 弄他 反正新聞全部變倒 弄他 對我來說 我可以把他罵淋漓盡致 大家鼓掌叫好 團長你這個人 需要人家幫忙的時候 你就做給自己 我叫高嘉瑜幫忙 我可以不講 走走 我給他騎馬 你們會感謝我嗎 館長好正義喔 媽 他把你搗衫 你看媽過 你還可以往上跳一個街 館長真的是正義的化身 這人民的希望 我們趕快買館長的東西 趕快多約一點來看館長 我給他探這景就有機會拉撒起 這就不符合道義 當人家落井下死 是不是 最舒服了嗎 他媽的他掉到井裡面 他又不能反抗你 你就使用拿砸下去就對了 反正你一定 OK 我有砸喔 我砸最大力 我辦最踏克石頭砸下去喔 所以你們這些民眾趕快挺我 高嘉瑜就不對嘛 對不對 這樣民進黨一方面討好 民進黨一方面討好柯文哲 一方面又討好藍的 我為什麼要堅持 我昨天你想想 誰有這個勇氣 放眼全政壇 全網紅 沒有人有一個勇氣 所有人風向全部都在 罵高嘉瑜的時候 老師就跳出來 你罵他就罵我啦 他有沒有做事我自己知道 因為我就拜託他 他就有做啊 不然我哪裡來的 紓困的 這些資料 我哪裡來的 可以跟各位報告 順風罵 太簡單了 新聞今天全被看 我每天都做 全面看一遍 80%都在罵誰 我就跟著罵 80%在罵政府 我就跟著罵 你去看電視名嘴哪一個不是這樣 林北的不想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不想跟這些人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這些立委我的確認識 我的確 很多事情我就看他們怎麼做 我也是一直不斷的 在1960年跟高嘉瑜講說 你一定要為了我們民眾 這個囤房稅啊 還有這個貨物稅 就是大家買車都比外國貴兩倍 你知道嗎 一台賓士300萬 然後台灣一台賓士700萬 一台賓士你們現在買的賓士300萬 在外國只要100萬 這是一個很扯淡的事情 他有沒有去 你去看他 YouTube 我拜託他的 我們民眾拜託他求他的 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總是跳在第一線 今天他發生這種事情 你說他搞特權 不好意思喔 我就要跳出來了 這才叫做英雄 這才叫做正義 跟人家一起砸一個他媽 所有人都在丟石頭的一個女孩子 你算什麼英雄 這個人有在幫台灣人做事 你他媽還砸他 你算什麼英雄 你現在跳出來 順便踢他一腳 很簡單啊 但是 但是 但是這是對的嘛 這對嗎 我跟高嘉瑜很少見面 都電話 甚至連我電話都不是我打的 小宇 我為什麼這麼支持他 跟我支持阿伯是一樣的嘛 跟有時候一些議題我支持蔡英文是一樣的嘛 跟有時候一些議題我支持侯友宜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大家他們那些人互相在找查 那是他們的事嘛 你不能 因為你是我的顧客 來影響我的決定嘛 各位我講這個 你懂我意思嗎 我就去餐廳吃飯 老闆是民進黨 所以我就去跟老闆吵架 我先點一碗那媽的飯之後 我去給你 幹你 你們怎麼沒來吃 我去坐計程車 你坐計程車 幹你 你啊 計程車司機跟你討論 怎樣 你就要怎樣 你就要幹把計程車司機打一頓 還是怎樣 我覺得政治 我昨天就在講說 每一個人政治一定有他的 我們要彼此尊重 對方 你選擇什麼黨派 你喜歡什麼樣的人 我一定尊重 那你尊重過我了沒 然後只會想說 奇怪 館長為什麼總是非主流的 他為什麼所有人在罵東 他就要去講西 所有人在講西 他就要講東 很簡單啊 因為我不想要成為 成為那種雜碎啊 那種名嘴啊 那種政治任務啊 那種政治名嘴 我不想成為這種人 這樣對我來說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你跟我討論什麼是正義 我的正義是這樣啦 你的正義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啦 每個人對正義這兩個事情 有不同的解讀 也許你認為 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這叫正義 我不是這麼認為 不好意思 我認為 如果這個人 是對的 他再怎麼樣 你怎麼樣看他 我還是要跳出來挺他 這才是對的 我來說說我沒看過 我不是說我沒有聽過 我不是說我沒有聽過 我不是說你這才是我的